小君我們可以這樣看 北京真的是在幫台灣做促銷 在幫台灣做行銷 其他現在面對後座力很大 我們看東海問題 台海問題 南海問題 這三海 三海問題是高度的國際化 那中國他在想要做 所謂南海防空識別區 已經大概至少有五年以上了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中國要做南海識別區的難度非常大 就像剛才張將軍所說的 他如果涵擴到這裡來 包括中葉島等等其他國家 佔有的現有的一些島礁的部分 都涵擴進去 他是準備要發動世界大戰 才有可能這樣做 所以一個可能性就是說 如果中國要在未來的兩年內 做南海防空識別區 一個原因是包括剛才我們講的 中葉島這些就是菲律賓越南 他們所佔有的島礁 中葉島在哪裡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太平島在過去一些些 因為他在明年二零二零二一年到二零二二年之間 張筍大哥你說什麼 我們叫什麼 中葉島我們稱作永興島 永興島 原本是我們的領土被越南搶走 越南搶走叫做中葉島 OK 中葉島就是我們稱作永興土 是我們的領土 原本是我們的 在一九七幾年被越南搶走 在民國六十三年 對一九七十年 其實就在那邊緣 那所以呢 永興島被劃進去嗎 所以關鍵在這裡二零二一年到二零二年他已經就符合國際法 就是說先先佔領原則有效五十年了 所以北京是就是說礙於這樣的關係 他期望在明年之前或二零二二年之前可以顛覆這樣的現狀 但是一個問題是如果他這樣畫的防空識別區等於是跟全部的國家開戰 所以一個可能的狀況是他所謂的三亞的那個飛航情報區FIR 可能是會他先畫的 因為在這邊靠近越南這裡有河內飛行情報 飛航情報區 有那個胡志明飛航情報區 這已經是ICAL規範好了 那在菲律賓這裡有馬來亞飛航情報區 如果你的防空識別區把這其他國家飛航情報區FIR都畫進去 立刻就是世界大戰 所以北京他現在就是限於自己在一個戰略的兩難 畫或不畫 那東海這裡是有稍微閃過一些 那我們可以這樣看 就是在這種情勢之下 很清楚的就是東沙群島這邊 他是一個環形的島礁 他是立功不立手 所以我們在配置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海軍跟國防部已經超前部署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整個大的一個地緣戰略的情況下 中國特別喜歡在這個就是東南水域 這裡進行一些操演 他下面是大陸棚的北緣 也就是深水區 再連結到巴士海峽進入菲律賓海 到這邊就是可以中國的潛艦 可以對美國西安直接發動攻擊 所以在整個南海其實中國是把他視為他潛艦的一個最重要的汛場 他要發射所謂南海識別區 防空識別區主要就是為了水下的艦隊 我們再看下一個 在這種情況下彭博社他出了一個文章就是引用所謂的這個 中共的這個環球時報的報導 意思是說中國共產黨要打台灣已經是準備好久好久了 那這個一定會 如果中國共產黨這樣做的話一定會觸發跟美國的戰爭 意思就是反過來就是證明說美國一定會介入台海事務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臺灣其實相對是自主防衛的一個情況 就是自衛權的一個想定 我們的戰略就是為了自衛來做 絕對不會開第一槍 只有在被攻擊的時候才會還擊 這是環球時報說法蓬勃說引用的 那我們看我們做了什麼 其實就如同美國國安顧問歐布蘭恩所說了 臺灣要登入臺灣是出了名的困難 不要說是登入臺灣 其實任何這種大型的兩棲作戰 就是很複雜的軍事工程 所以他登入程序第一個是奪取自電磁權 包括日本最近就是他們公布新的RC2的那個電子偵察機 自電磁權是第一個最重要的 還有中國所謂的高新系列 包括運發電戰機電針機等等的 再來就是想要躲空權跟自海權 這兩個這三個他可以控制之後才有後面的登入站 所以這個第一個是我們國軍目前在做的最重要最重要防護 那在登入站的部分要做什麼 他第一個要集結部隊 第二個從港口發航 那再經過航渡再轉乘就是大船換小船 所以要搶攤這樣一連串的行動 我們之前講的美軍就是國軍可能會新的七項的軍售 在集結階段可能就是用魚叉的公物型的巡力飛彈 還有就是雄空公物型的巡力飛彈 他發航之後再集結了還有航渡的過程 就是陸基版的魚叉飛彈就過去了 然後在轉乘的階段就是包括我們的雷霆2000 還有M1腰洞9A6真層型的火炮就會攻擊 在搶攤的階段最後一個階段 開始你要面對的可能是一個最大困境是M1A2T 直接射擊還有標槍飛彈 托式飛彈 APACI直人機的擊火射擊 最後一個就是HIMARS這個就是砲兵火箭 如果你真的確定要登陸台灣的時候 在集結階段就是在剛好集結的部隊 可能就被有HIMARS的砲兵火箭進行壓制射擊 所以這整個國軍都已經在部署了 我們現在明天是在慶祝國慶 小軍剛才講的很好 我們現在我們在保護我們自己的自由跟民族 有軍力這個是最重要的安全依賴 可是中國向來都是偷吃部的高手 為什麼我們海軍要準備這種K85的 就是特種作戰突擊艇 其實就應對中國可能的這種利用客滾輪 進行的一個運載 其實這個是在正規登陸作戰之外 一個輔助型的一個行政下洩 也就是在佔領港口之後 可能用這種船來進行部隊的那個 後續梯隊的補給